最近全红禅结束全国锦标赛的征战,全红禅回到国家跳水队后,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训练,为了明年的世锦赛和奥运会做着最后的准备。 而最近,全红禅得知了一个令他感到振奋的消息,他的恩师郭毅获得了重大殊荣。 全红禅的启蒙恩师郭毅获得了2023年全国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,郭毅老师一直以来都是全红禅的榜样和引路人,他的成就和荣誉不仅是对自己的肯定,也是对全红禅等一批年轻运动员的激励。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,全红禅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,他知道,郭毅老师的成功背后有着无数次的努力和坚持,正是这种精神鼓舞着他,让他在跳水这条路上不断前行。 在接下来的训练中,全红禅更加努力地投入其中,他明白,只有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能和水平,才能在明年的市井赛和奥运会上取得更好的成绩。 他不断地挑战自己,不断地突破自己的极限,希望能够在跳水这个项目上取得更大的成就。 在名单中的其他六名同志,他们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,为广东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 这些同志的付出和努力,同样值得我们尊重和肯定。 据媒体报道,这次评选过程非常严格,经过了层层筛选和审核,最终才确定了这七名同志作为广东体育局的推荐对象。 而这份名单也是经过了严格的公式,如果没有其他人提出意见,这几位同志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。 在得知恩师郭毅获得全国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后,全红禅非常激动。 他表示,没有郭毅教练的启蒙和指导,就没有他今天的成就。 这份荣誉属于他们共同的团队,也属于所有为中国跳水事业付出辛勤努力的教练和队员们。 全红禅一直感激郭毅教练的悉心教导和无私奉献。 他清楚地记得,在他的训练中,郭毅教练总是耐心细致地指导他,鼓励他不断挑战自我。 当他遇到困难和挫折时,郭毅教练总是及时出现,给予他最大的支持和帮助。 这份恩情,全红禅一直铭记在心。 在接下来的备战中,全红禅更加努力地训练,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回报恩师的期望。 他相信,在郭毅教练的指导和帮助下,他一定能够在明年的多哈世锦赛和巴黎奥运会上取得更好的成绩。